大家好,我是SCC小随哥哥 这里是我的扑画直播间 我是一名公益主播 主要是给大家讲述一些 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小常识 还有给大家回复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疑问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今天我给大家从网上截取了几段 可能是平常生活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传播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下面就进入到我们法律小常识 这个一个问答的阶段 有网友提问 缓刑最高可以判几年 缓刑是这样子 缓刑全名叫暂缓量刑 也称为缓量刑 是对触犯刑律 经法令程序确认 以构成犯罪的 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 现行宣告定罪 之后进行一个缓刑处罚这样一个决定 基本上缓刑只要是在缓刑期间 没有发生其他的刑事案件 是不会再重新进入到服刑单位的 这个服刑单位指的是监狱看出所 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 其他一些国家规定的一个强制措施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缓刑最高可以判的是五年 比如说判三年缓刑四年 判三年缓刑五年 它不可能出现的是判三年缓刑六年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缓刑最高可判的是五年 好下面一个问题 整容费也属于医药费吗 首先看看底下网友的回答吧 不属于 不属于 轻易做的全是不属于 作为一个公益主播的我 如果说的这么随便的话 好像是很不负责任的样子 所以呢 大家请看我的神回复 我的回复是这样的 请整容费能报销 找你老公报销吧 老铁 我这么回答肯定是没报应 为什么 他这个问题问的是 整容费也属于医药费吗 他是想报销 所以他才这样子问的 对不对 我的回答是 请整容费能报销 找你老公报销吧 对不对 他没有说是找谁报销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是 别人找上门来 拿刀子给人划了 算是正当防卫吗 兄弟 我只想说 你这个问题呀 问的稀碎呀 但是本着工艺的角度啊 我给他回答了 老铁 没毛病 不算正当防卫 为啥呢 冲几量啊 能算个防卫过当吧 如果说 他当时 在个上比较重的情况下 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 为什么呢 当 势害放 处于丧失 侵害 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你再对他造成一个伤害 你这个就不属于 正当防卫 或者是防卫过当 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 好的 今天呢 给大家讲了这个三个问题 以后呢 我会不间断的给大家更新一些视频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给大家传递正能量 做一个扑法的这样一个目的 好 谢谢大家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